掉了六分 他投了五右三分這局掉了六分 但是其中只有一分是 擇屍這個外角的變化球 是成功掉中了 今天打開路線風的 陳庸基揮棒落空 遭到了三陣 形成了一個人出局 這個一個滑球 掉死這個陳庸基揮棒落空 我想可能在昨天的沒有比賽 這個禮拜可能因為英語的關係 那可能這個比賽的感覺 讓他有點有點流失掉了 感覺上這個球不是跟得很近來 就是會棒的 所以剛剛是領到了一張老K 這一招到了三陣 接下來打擊 那輪到的第二棒的是林志祥 所以英語的關係 對職棒球員來講 會有很大的一個影響 可能斷斷續續的這樣子比賽 可能多少都會對球感 對這個投手的一個節奏 都會多少會有一點影響 是 準備好要比賽了 忽然又下雨又不能打 對對對 然後像今天賽前其實也是 今天的下午 這個 在北部的時候其實有 有時候是下雨的 飄雨不管是小或大 就是會有下雨 那你就會覺得 其實在賽前跟球員聊天的時候 有些球員就會講說 今天是不是打不成呢 對 其實都是會有打問號的 所以在準備上面的心態 就不是那麼的百分百的感覺 而且沒有辦法在球場做真正的這個打擊練習 多少還是會有 會有差別 對 今天他們的打擊練習都是在室內的 對對對 因為場地一開始還是蓋著大帆布 所以這也是職棒球員 當然林教練過去也是擔任職棒球員 好長一段的時間擔任國手 這種是習以為常的 職棒球員就是要這樣調整 而且常常要去調整自己的心態 而且今天來到球場之後看到 台灣現在的球場的這些設備 真的比以往好得太多了 今天到球場的時候看到蓋了一個大帆布 我剛剛還跟主播聊說 如果真的以前的話 可能就是已經看了一堆的公讀生 在吸水 整理場地要久了 對 現在有這個巨大的帆布 把內野給保護住 是的 的確也是現代球員的一個福氣 我們看到第二棒的林志祥 在兩好兩壞的情況之下 這個外角球 虧望落空 連續兩位的打者 都被瑞給三陣出局喔 瑞在今年球季 這個被打擊率稍微偏高了一點點 剛好是散場 那對上這個右打者 這個壓制力比較不夠 那對上左打者的壓制力比較好 接下來打擊輪到的是 第三棒的潘武雄了 潘武雄啊 真的是好久不見啦 目前在打擊率的部分呢 四成一四 但是因為這個打數不夠的關係呢 所以是稍微先被擠出了 這個打擊的排行榜 但是這個四成一四 真的也是不簡單 在上一場比賽的出賽呢 是要追溯到了四月底了 四月二十九號 那場比賽是在天母對上兄弟相對的賽事 那場比賽出賽之後 就休息了超過兩個禮拜的時間 那我想潘武雄的歸隊啊 對身邊那邊這個 他們應該有在上半季爭冠也是很大的一個籌碼 我們知道他可以在受傷之前呢 也是打得很好 是 這個便利的球被掉中 揮棒落空 再擠好球一個 目前的球數呢 是兩好球兩壞球 變化球啊 是成功掉中了打者 他可以在 其實季初的時候啊 手感就調整得相當的好 特別是三月底 還有四月初 那段期間是敲了四支的全雷打 來看一下本季 這個Rate對上右打跟左打 明顯的一個三成四 一個兩成三 對這是一個比較奇特的一個記錄 是 正常來講應該是 右打者應該會比較難打一點 因為他有一個滑球 那對右打者可能還會比較 會比較 被誘惑 但是這個反倒 左手的對Rate來講的話 可能這個擊球上面可能就比較困難一點 是 比較不一樣 對 來看一下大家一起來放球比賽 兩人出局才開始 兩人出局之後 先保送了這個潘武雄 現在形成一個人上到一壘了 打擊要輪到的也是 經過了兩場比賽休息的高國慶 高國慶在上個禮拜天就休息了一天 這個禮拜繼續來進行賽事 他們在禮拜二對上兄弟上隊的賽事 不過那場比賽高國慶也是決定要休息 之前是因為肩膀的傷勢啦 所以上一次的出賽是在5月12號 也就是上個禮拜六 在週季球場 國慶節的前一天呢 而且他也是單場的雙翔砲 我想 球員受傷喔 還是要完全的恢復再回到球場是比較好的 現在 而且現在來講的話 球隊的人員也比較充裕了喔 我想 真的受傷的話還是要好好地休息 打3-4 養好了 再回到球場 我想他們的表現會應該會比較出色一點 是 這個球左外角 是一個好球進來 打擊的高國慶目前的球數喔 兩秒球一塊球 感覺上今天瑞的這個這幾個投球喔 感覺上他的球 直球感覺上都拖得比較開一點 嗯 這個外角球啊 是出棒打成一個一連邊線的界外球 嗯 剛剛其實畫面也有帶到 這個 Amigo Monkeys呢 最近呢又來了一個信仰頭 Moore 他叫做Ben Moore 戴帽子這位 竟然站在妮娜多的旁邊 今年是31歲 586公分 85公斤 跟這個王建民一樣 曾經在2月的時候擔任過 這個統頓 這個球出棒 結果打到西外野方向 總能有這個球還在追 喔 小心小心 我最後還是差了 1公尺的距離啊 沒有辦法追到這個球 這是一個界外飛球 這個球來講啊 真的要去拚接的話 其實也有機會 不過就是 呃 場地的關係喔 或者是 自己這個安全性的問題喔 還是 讓這個球落地 而且這球場的下午 因為是飄雨的關係 所以這個石器是比較重的 對 應該來講的話 球場的這個含水量應該是蠻高的 特別是在草地上面 這個應該 跑起來還是 還是會有那個水的聲音啊 對對對 所以選手應該也會比較小心一點 對 踩起來會比較滑一些 特別我們當教練之後呢 特別會在比賽的前 都會跟球員講一下說 特別有雨 完之後呢 特別要 跑步的時候 特別要注意一下 哇 這個球又是掉中了打者 歸棒落空 遭到了三振 在一局上半 統一失敗三個出局數啊 全部都是被瑞給K掉 一局上半沒有攻下分數 目前雙方0.0 太好了 太好了 了 太好了 走